今天介绍的故事主角是一位大美女 也就是魔兽世界里可能最漂亮的女人 布里奇特·阿比迪斯 她是一位白富美 也是血色十字军大将军阿尔弗雷德·阿比迪斯的女儿 在第二次战争期间 阿尔弗雷德·阿比迪斯是亚历山德罗·莫格莱尼的副官之一 白银之首骑士团成员 并与之并肩参与了黑十三最后的战役 并且大获全胜 后来随着亡灵天灾在东部大陆的肆虐 洛丹伦之战时 阿尔弗雷德也恰恰驻防于此 牧师和圣骑士们向天灾发起了反击 抵抗着他们的入侵 但最终还是没有办法抵挡得了强大天灾军团的步伐 而他的父亲和伊森利恩在首都沦陷时仓皇逃离 从那天起 两人都觉得圣光抛弃了他们 而变得更加狂热 此时的女儿阿比迪斯 正好在南海镇和福丁以及大灵族莫格莱尼 一起讨论了关于新的神器 灰烬使者的诞生的相关事宜 好景不长 在乌斯尔死后 很快翻译这首骑士团的成员 对于圣光的理解产生了分歧 年轻的布里奇特坚持认为圣光只会照耀人类 退出现在这个变得更加狂热的组织 剩下的大部分古怪成员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 血色十字军 而他的父亲 大将军阿比迪斯正是创建者之一 但是血色十字军的狂热扩张 随着大将军阿比迪斯和伊森利恩的发狂 变得更加激烈 他们三个人带着军队坚守着壁鲁骨 在面对潮水般涌来的亡灵天灾的攻势下 大将军阿比迪斯为了保护他的女儿布里奇特而阵亡 在坚持了数天以后 成功锁住壁鲁骨 年轻的布里奇特替代了他的父亲 成为了血色十字军的新一任大将军 与血色十字军领主瓦德马尔 共同带领了提尔之手的军队 对抗着亡灵天灾 很不幸 血色十字军呢 已经被巴纳扎尔控制的达索汉 俯视得非常深入 杀死的巴索汉所控制的残存十字军 并用通灵术将他们复生 被复生者占据了斯坦索姆的血色区和提尔之手 为他们的主人巴纳扎尔继续效力 血色十字军其实已经名存实亡 在东温一之地 阿比迪斯带领了残存的军队 继续对抗着亡灵天灾 但是突然有一天 在他们的头上出现了一座天灾浮空城 新的死亡骑士和天灾突袭的他们 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多年里 不理其他阿比迪斯一直虔诚地祷告 他坚定地想带领着血色十字军 走向理智和信仰 他坚信有一天 血色十字军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将会由血色黎明到来的一天 但突然有一天阿比迪斯听到一个声音开始呼唤 他坚持认为那是圣光的指引 但是他口中呼出的气 冰结并雾化 却让人着实不安 随着瘟疫之地的亡灵军队日益壮大 整个瘟疫之地沦陷了 不理其特阿比迪斯 打算听从他心中圣光的指引 带领部队前往诺森德大陆 根据阿比迪斯的日记 血色十字军比联盟和部落早很多到达北极 途中被科瓦迪尔人袭击丢了一艘船 抵达之后建立了新的壁路股 又遇上了失踪已久的巴黎维斯温 维斯温当时其实已经被马尔盖尼斯控制 维斯温加入以后渐渐地渗透了血色军队 妄图控制血色来反扑巫妖王 但是阿比迪斯心中的圣光却阻挠着他的计划 后来被遗忘者也在新壁路股北边建造了一个影地 维斯温不但没有阻止 却又故意让人去北边骚扰 最后阿比迪斯就被部落雇佣的冒险者暗杀于诺森德大陆 而梅尔盖尼斯也得仓所愿的控制了整个血色大军 其实整个不理其特阿比迪斯的故事 暴雪并没有交代很多 也就是一本他的日记让我们知道了 这位小女孩其实内心很简单 很善良 她是为了圣光的信仰才加入战斗 她本身更愿意度过平静的日子 也许阿比迪斯姑娘最大的问题 种族歧视 不可否认 她非常歧视其他的种族来信仰圣光 她只相信圣光会照耀人类 周围人的欺骗以及被遗忘者的无情 最终让这个单纯的小姑娘走上了绝路 其实圣光对谁都一样 最后拯救你的只有你的力量